就读家义高商的肖依萍 今年录取了台大会计系 厉害的她表现优异 背后有个优秀的母亲 忙碌的烧辣店外 贴着高中台大会计系的榜单 主角正是坐在店内帮忙的肖依萍 她以优异成绩 透过特殊选材录取台大 课余时间她总是帮妈妈分担解忧 像我六日都会接一些团体便当 团体便当有时候一接 至少就是一两百个 你看她平时好像都没有什么做 很少做 可是她来帮忙的时候 就是不用我讲 她就知道她要做什么 主动帮忙母亲 是因为父亲在她小二那年病逝 看着妈妈独立抚养姐弟俩的辛苦 让依萍相当不舍 大学毕业的张燕君曾当过老师 和先生相恋后嫁来台湾 十一年前丈夫病逝 她挑起家庭重担 但对孩子的教育相当用心 曾经为了女儿念书梦某三千 只为了能让孩子有安静的读书环境 她还自己会去找乎习班 去学她想要的 高中一连比一连紧张 我到晚上回来 有时候代表学校参加了 全国会计选手竞赛 我真的每天她读到 都读到深夜 都一两点都还在练书 现在的依萍立志当会计师 但依旧贴心 母亲经营烧辣店 商品的网络行销 几乎仰赖她协助 依萍不只功课好 也当起客服志工 辅导小朋友 一投入将近两年 一开始是朋友邀请 我自己也觉得 就是对教小朋友蛮有兴趣的 所以就去听 然后就是去了之后 发现这些小朋友 都是家庭长大的 然后就会想要用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他们 当起客服志工 或许也是因为母亲 重视品格教育的张彦君 会利用暑假 带着儿女环岛 送鸡汤给长者 知足感恩 一直以来 就是母亲对孩子的身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